國民黨團推動縮短陸配入籍的年限 由六年改為四年 民眾黨也支持 而行政院長陳建仁今天表示 陸委會和內政部都沒有修法的規劃 行政院對於修法也持保留態度 至於縮短入籍是否會衝擊到健保的量能 衛福部長薛瑞源認為 有影響的可能是陸配一親的家屬 目前還在評估中 立法院新會期 國民黨團有意推動修法 縮短陸配入籍年限比照外配 由六年改為四年 民眾黨也表態支持 不過行政院長陳建仁表態 政府對修法持保留態度 這件事情的知識體大需要全面的來盤點 考量才能夠更加的謹慎處理 到目前不管是陸委會也好 或者是內政部也好 對於這個議題 我們並沒有修法的這樣的一個規劃 藍英立委認為 兩岸關係緊張 若推出無歧視原則政策 能讓中國感受到善意 民眾黨也主張臺灣是移民社會 住在臺灣 認同臺灣就是臺灣人 但民進黨團喊話 若在野陣營想強行推動 將全力阻擋 至於縮短入籍 是否衝擊健保量呢 衛福部長薛瑞源認為 會影響的可能是陸沛 一親的家屬 又一屆人士在網路發起 連署暫緩緩推動修法 截至二十九日晚間 已經突破六萬人連署 不過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認為 在臺陸沛是臺灣媳婦和孩子的母親 不應被歧視 而陸沛的父母兄弟姐妹來臺 也不能用健保 沒有所謂排擠健保的情況 對於政院的立場 習近平也表示遺憾和難過 呼籲不管外配或是陸沛 平等對待才是民主國家的方向和制度 記者綜合報導 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 可以 我不過 然後 我本人的 有所謂的